新闻的新春特别节目 我是刘雨晴 祝福您诸事大吉 新的一年 也要请您跟着环宇的脚步 一块来关心爱地球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最新研究 地球正步向热视地球的危机 估计几十年之内 软化现象将会让原本保护地球的自然力 反而变成我们的敌人 部分国家甚至在2080年之前 高温导致的死亡率将会增加2000% 要阻止全球暖化各国都要加油降低碳的排放量 其中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就期许7年之后 可以成为全球第一个碳中和的城市 提到解决空污的问题也是各国共同的目标 接下来要带您到英国体验一下实验性公车 在车顶加装空气过滤系统 而进化的空气体积 一年可以填满25个奥运的标准泳池 觉得气候暖化海平面上升 首当其冲的就是沿岸的农田该怎么办 英国有学生设计出海上漂浮农场 还能靠水蒸汽自行灌溉 我们看到海上农场可以延伸耕种面积 但是否要搭配有机栽种呢 答案可不一定 接着来看看瑞典名校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最新研究 有机种植跟传统方式相比 反而更伤地球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密鲁当局决定硬起来炸毁非法的淘金据点 由于密鲁的亚马逊雨林出现许多淘金客 他们专门使用含有剧毒的水银来吸附黄金 严重污染水源 当一个贫穷的国家突然发现珍贵的蓝宝石 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这是以环伟狐猴闻名的马达加斯加 最近扭转命运 但是也带来生态浩劫 如何能避免生态浩劫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特别对于珊瑚礁的富裕来说 科学家最近发现老鼠竟然也是破坏的元凶之一 赶紧来了解 事实上全球暖化也改变了原本的生态环境 镜头来到北加州沿岸 当地紫海胆数量突然暴增60倍 影响到渔业生态 还要看到日本工程县海域的蓝蟹 也快速暴增300多倍 吸引了专家研究 2019新的一年如何捍卫地球 保护人类的未来 靠的并不是先进的武器 而是从海洋到陆地 彻底解决塑胶污染的问题 一份最新报告 到了2050年 全球海洋里的塑胶垃圾 总重量将会超过鱼类 各国都纷纷采取行动 其中家具大厂IKEA 两年内要停售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欧盟也宣布 2030年之前 禁用棉花棒跟吸管 的确减速大家一起来 已经成了世界潮流 像是连锁 咖啡 星巴克也宣布 2020年之前 全球的分店都要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 每年大约能减少10亿支吸管的用量 如果塑胶带可以溶于水 是不是很棒 等于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智利一家环保公司 就跟中国大陆技术合作 研发出水溶性塑胶带 短短几分钟内就能溶解 甚至还能喝下毒 环保的号角在全球各地响起 现在各大通路业者也纷纷响应 跟着环宇的镜头去逛一逛 标榜零塑胶的超市 看完了刚才的报道 原来时尚也能跟环保画上等号 焦点转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 在南韩有越来越多运动品牌 使用木浆回收纸做成服饰 更有指标性的品牌 直接宣布六年之内全面改用再生塑料 制作球鞋跟衣服 趁着年假休息 赶快整理一下家中的衣物 而另外我们提到垃圾零排放 再也不是梦 日本德岛县的小镇 尚盛请多年来实行严格的垃圾回收 马上来瞧瞧当地人如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绿能技术 科学家都在努力研究 如何模仿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而日本有了最新技术 呼吁各界重视再生能源 在英国一对父子党身体例行 花了57天徒步将近1000公里探索南极 而这一路上吃的用的全都是再生能源 要证明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都能做到 别的地方一定也可以 果然也成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继续把焦点留在南极圈 生态科学家发现国王气额最大的栖息地 科雄岛 最近30年来 这里气额的数量从原本200万只突然减少到只剩20万只 最大的原因就是气候暖化 如果说南极不再是气额的乐园 那么北极呢 告诉您 北极的熔冰面积不断的扩大 结果吸引了大型的商业渔船去捕鱼 包括美国 中国大陆 俄罗斯等9个国家赶紧签署协议禁止商业捕鱼船 希望保护北冰洋的原始生态 提到俄罗斯是地球上最大的棕熊国度 但是每年冬季 猎人会故意把棕熊从冬眠的洞穴中吵醒 然后加以猎杀 结果留下许多棕熊孤儿 这项残忍的冬季猎杀活动 在一位生物学专家的奔走下 终于在2011年废址了 而他原本也是一位猎人 但如今却成了棕熊孤儿院的院长 一家三代都在保育棕熊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过去大象曾经帮助人类处理农事跟伐木等工作 但时代进步之后 亚洲象的数量反而消失 多达百分之九十 马上走访斯里兰卡 解开象群 为何消失 竟晚大象还要来抢救纽西兰的国鸟 纽西兰孤立在南太平洋 长达八千万年 原生动物发展出奇特的样貌 例如没有翅膀的无翼鸟 在纽西兰 它们的国鸟奇翼鸟 Kiwi也就是无翼鸟 为了保育无翼鸟 纽西兰政府下达天敌追杀令 宣示在2050年之前 灭绝国土上所有老鼠 常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图书馆 外观古典华丽 游客宛如走进电影场景 新闻最后带您去感受 更多新闻上网搜寻环宇新闻网 您也可以到影音平台 搜寻环宇新闻频道 我是刘雨晴 祝福您今诸年吉祥如意